5盎司的牛肋眼 放上350度高温的铁盘 大火就像在牛肉上跳舞一般 烧得一直坐下 等到两面上色焦黄 还得放入烤箱 让热度分布更均匀 口感较有嚼劲的肋眼 最适合吃五分熟 搭上特制啃琼粉和酸辣籽 味道更升级 呼应着啃琼上面烤得 有一点微微焦的苦涩味 它两个会迷失在一起 你会更容易顺口 500克的波士顿大龙虾 放上铁网烧烤 冒出阵阵白烟 龙虾壳的香气全都提出来 非常的酥脆 然后不会说外面烤得不够香 它香气非常的够 就是一口就充满海鲜味 这是线下的味道 酥热快一点 不同一般饭店厨房高压严肃 入行15年的牛排师傅刘敬佑 带起徒弟很有自己的一套 把大家都当作朋友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团体 但别看他一派轻松 面对料理可是很龟毛 胸口随时挂把叉子 一看摆盘不对 就忍不住动手调整 其实刘敬佑成是牛排教父 邓永辉的弟子 他说那段时光真的好难熬 对待肉就要像你对待你的爱人一样 然后不管他有一点流血 怎样你要瞬间的把它拆掉 从很多小细节就要去注意它 洗碗切菜打杂拳做过 曾经天天工作12个钟头 月薪却只有16K 让他一度萌生放弃你 好像感觉你会把自己每天用得很疲劳 然后油头过面的 然后身上搞的是烫伤啊切伤啊 有一度想要放弃 可是后来 因为自己觉得说 万一我放弃我要做什么 看牛排朝夕相处15年 刘敬佑谦虚地说 每天都还要学习 就是这样的态度 让他从端盘小弟熬上大厨之味 东森财经新闻 有位求助处在台北采访报导 有些好运有31个当年 那你主流是4几岁 没有啦